2018年还有一周就要结束了 但国产电影依旧不想放寒冬里的观众一马 上周五共有五部芯片上映 其中有四部国产电影 分别是《天气预报》 《武林怪兽》 《夜问外传》 张天志 《夜魔奇案》目前前三部电影的豆瓣分数 分别为4.1、4.2和5.8 票房表现较好的前两部作品 平分相加 依然不及同天上映的动画电影《蜘蛛侠》 平行宇宙的8.9分小蜘蛛 上映两天后 票房便已破亿但最开始的是场预期里 筷子兄弟之一的肖央 自编自导自眼的奇幻喜剧《天气预报》 被视为贺岁党最有可能的票房领袍者 视频院和观众的支持 周末两天《蜘蛛侠平行宇宙》开始在各项指标上领先 甚至上映两周的《海王牌》片 也重复20%单日票房均在5000万以上 虽然同属超级英雄电影 但作为动画类型出现的蜘蛛侠 平行宇宙在风格上明显与真人电影不同 不论画风还是叙事风格 都要更显得更加自由和奔放 主打美满平行宇宙的概念 使得来自多个不同故事里的蜘蛛侠能够聚在一起 尽管故事依然没能脱离超音电影中 那些自我实现和突破的概念 却因为与真人电影明显不同的风格与想象力 让人看到了超音电影一种新的可能 由于美漫有大量原著漫画 动画甚至游戏作品 所以不同作品类型之间 相互借鉴经典元素 已是常识蜘蛛侠 平行宇宙很多设定 就来自其终极蜘蛛侠 动画剧集和主机游戏蜘蛛侠 破碎维度 也正是这些不同类型元素的融合 使得这部3D动画电影 又有了很多二维动画的场景与风格 甚至很多弹出式对话跨和拟生词 都致敬了美漫漫画的创作形式 包括开场时的会人部分 观众感官不适的调真画面 其实都是作为动画电影 能够做出的大胆尝试 多元风格与惊人的想象力 使得这部动画电影 成为了今年动画作品里最大的惊喜 也是少有的 能够得到中外观众和影评人 一致好评的超音改编作品 有这样的小蜘蛛 在影院上映 真的很难找到理由 为同当期的国产电影贡献票房 在今年多次票房总结里 已经提过进入2018年 电影口碑与票房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想象过去那样 凭借一般属脸明星和一个三流故事 就去影院圈前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 天气绿报和武林怪兽 便是还沉浸在过去传统的圈前套路中 即便抛开国内影视圈用邪灵耿舵片名 便难有上家质量的惯例不提 天气绿报由萧阳自编自导自演 便已经让人察觉到一丝危险 毕竟国内喜剧演员 转型做导演成功的例子实在有限 同时 电影又集结了小沈良 岳云鹏 这两位电视笑心 加上烂片专业互杜娟 翻看以上这三位主演的电影作品 肉贤评分超过五分都屈指可数 而从天气预报的成片来看 已经被开心麻花又难的屌丝追女神故事 并不会因为加上奇幻背景就迎来新生 尽管《武林怪兽》的导演刘伟强 作为导演的履历 要比萧阳强上太多 但当他化身刘振伟之后 加上陈学东 包贝尔和萧阳的好兄弟王爱丽 即便是有迹象奖影帝古天乐 金马影后周东宇 依然无法改变整部电影的闹剧性质 三部国产电影里 人本只有作为功夫片的一页外转章牵制 勉强还能一看 但一想到 八爷袁和萍又担任导演 即使是功夫迷真的很容易被劝退 从苏喜儿 到卧虎藏龙青龄宝剑 袁和萍作为导演 在新千年里浪费过的 IP真的不要太多 现在这一名单里 大概又要加上一个夜问 作为夜问系列的外传 张天志不论是故事主线 还是人物动机 都和正传没有太大分别 之前作为反派出现的张天志 扬身一变整个人物性格和缺陷 都直接继承了夜问 同时 电影仍旧依靠煽动民族情绪 作为主要戏剧冲突 必须要报答外国大汉 才能完成最后的高潮戏 这都已经是2018年了 十年前一句我要打十个 可能还有人觉得 热血 如今爱国都得靠买华为手机了 欢迎订阅